好 来看到选战最新的报道 金小刀的这把刀 是会像的自家人吗 有前总统马英九好友之称的律师 陈长文在日前抛出了 政党轮替大联盟 这样的想法 好 来看到呢 但是呢 金普聪 却说是大扣侯友宜的帽子 说在讲歪里 好 我们看到前立委郭正亮 就说了 这是呢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近半个透露说 这是国民党 大安区立委参选人罗志强 找了陈长文所写的 好 导致了金普聪呢 开轰罗志强 不过对此呢 罗志强还原真相 他说陈长文是何许人啊 他自己怎么叫得动 陈长文去写这样的文章呢 而且点名了黄子哲 说为什么要欺骗郭正亮呢 好 来看到金普聪呢 点名的罗志强说 提出这样的政党轮替大联盟 对整个的事情呢 是相当不利的 说呢 看不起 在最安全选区的人 还在搞这些把戏的人 这个炮火 这把刀 挥向的是自家人 但是我们来看到了 这个呢 被金普聪批说 是报老鼠死冤的前立委 蔡政员也说 他今天真的是 全面的开私了 他说呢 他是包不住的浓水啦 你讲话呢 都是街头小混混的说法 不过是呢 太监庄太后 他最看不起这种人了 而且呢 金普聪还说 他不知道朱立鲁为什么在全代会上 喊出了执政大联盟 到底这是为何物 还之前讲过了 像青春都一样 有问题呢 笼包一定要挤出来 这次呢 蔡政员真的是气到了 直接呢 就呛了金普聪 但我们来看到呢 党内其他的人呢 就是缓和下来说 像是呢 李德维就说 希望呢 这个风力的角度 是不是可以对执政党 对对方呢 不是对我们党内 不要炮口对内嘛 是不是大家缓和一下 有一点空间呢 另外呢 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就说了 金普聪呢 出任侯友宜进办执行长 负责辅选 但是呢 我们看到辅选的重点是什么 当然是希望民调能够高起来嘛 支持度能够高一点嘛 现在能够少一个仇家就少一个仇家 另外还有呢 时事评论员陈慧文他也说了 他要请金小道闭嘴 他说呢 在侯友宜的民调拉起来之前 你到底有什么资格在讲话呢 来看到很多网友也回应说 哎呀你这个陈慧文真的是 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呢 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啊 国民党请加油吧 还有人说陈慧文的言论真的是有理 国民党就是恨铁不成钢啊 家加油 讲的是真好 真真见血 但是呢 现在党内大家 也希望能够止血嘛 大家不要这样子泡口对内嘛 上次呢 国民党立委李德威就认为 金普聪是不是要再缓和一点 而且呢 暗指罗志强 也是要小我一点 大我一点 侯友宜虽然是没有明态的这个表态 但是呢 他也是强调 下架贪腐的民进党 这是全民的共识 金老师之所以被称为金小刀 就是他讲话非常的锋利 而且直率 所以当然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觉得金老师 虽然是快人快语 但是在这个关头 当然还是希望这个锋利的角度 能够对执政党 对民进党 而对党内希望当然 有更多和缓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也觉得 也特别希望金老师能够如此 那另外一个部分 不讳言罗志强议员 未来罗志强委员他出道的确 大家都众所周知 但是陈长文先是他的等于算是推荐人 所以说没有陈长文就没有今天的罗志强 所以也许金老师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把这两者做一个相关的连结 那我倒觉得 大家不管是为了自己小我或者大我 这一点朱一伦讲了 小我小一点大我大一点 我倒是觉得这样子对个人 或者对国民党都会更好 国民党现在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完成大部分台湾民众共同的心愿 就是政党轮替下架民进党 让台湾更好 怎么样子完成这样子的目标 国民党一定会以最大的弹性 选战的变化是非常的具有高度的变动性 在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应该顾及 不管是总统候选人 或者是立委候选人 一定要达到能够执政 以及在国会有过半监督的力量 美丽岛公布了723国民党全代会后 调查的民调对比先前几次 侯友宜明显的有上升 而市议员黄建平分析 韩国瑜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你看这个民调跟这个之前对比 6月7月然后全代会之后 侯友宜的撒喀都跟有郭台铭之后的戏喀都 都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 韩国瑜一定有他的作用在里面 但侯友宜自己的因素还是很重要 因为当韩国瑜已经成为帮这个侯友宜能够把 这个声势场合面子立志 然后所有的这个大家能够想象的到了 让这个国民党的至少看起来这个政治大拜拜 这个团结的是可以也可以形塑出来的话 我觉得韩国瑜该做的都做了 我真的不晓得你和韩国瑜做什么 而且表现得很好 对我就真的是我喜欢看到那个样子 两个人如胶四七或者是胶脸贴耳都没关系啦 反正反正就是韩国瑜嘛 我喜欢看到这韩国瑜的真性情是没有人能够 讲的是三条也讲的很好 对啊所以我就说这样一个状况是大家能够接受 但是真的就在于侯友宜之后 他能不能把这个气势转化为他去改变他自己的一些做法 好比说他开始除了对韩国瑜是这样的一个身段 他对别人也可以 我说就算是演的也好啦 你让自己觉得侯友宜怎么开始变得怪怪的 到处对人家那么热情 有左拥右抱的或去勾肩搭背 搂腰的这样子很热络的去拉这些党内要脚 不是只有对韩国瑜 还有对其他的人 那我觉得侯友宜就会尝试去改变 要拉近他与这些地方派系跟投人的距离 然后我也说过了 除了在台北新北之外 走出他自己的同温层和舒适圈 他的同温层跟舒适圈在哪里 就是大台北还有嘉义 北跟义 那其他的中南部东部 走出去他的同温层舒适圈去 拜访这些人 然后去想办法用如何对待韩国瑜的723 那个对韩的热情 同等的去对待其他人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宝贝 我只好 我只好 你可好